打眼睛模式了 毛病了 修衣服 修衣服 对了 听说这附近有个修衣服的 你知道在哪吗 我知道 往前面有一个浓烫 往右一拐就到 小超 大娘是啥听说 大娘啊 是老毛病有犯的 那他说了小超 小超啊 是我们的儿子 以前是个消防人 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 不想走了 大娘啊 经受不足大疑 精神失常 他有时候啊 他连我都不认得了 那他这个衣服 这衣服是小超参加工作以后 用他第一个月的工资 在附近接的时候 给我买的礼物 谁知道 他走得那么突然 哎呀 你瞎说什么呀 那小赵不是好好的吗 他就是换了身衣服 其实啊 他是一名优秀的金人 哎呀老婆子 可不敢乱说啊 人家正在工作 都是咱们赶快去睡着用 我不走 我要告诉人家说话 让你走吧 不走 妈 妈 儿子现在正在赞啊 等我下班楼回去跟你说话好不好 好好好 那你下班之后 妈给你做 你最喜欢吃的送他下饺子 好 妈你先回去吧 把这个衣服给我 我下班楼我去洗 好 好好好 小子 我们家就在前面这个小区 一单元三零二 这些年呢 你大娘从来就没有这么开心 谢谢你啊 大爷你不要这么说 你儿子是个影子 大娘能叫我一生儿子 也手过来弄洗 哎 儿子 下班早早回家 好 我一生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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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开我 我一生儿子 你怎么啦 你怎么了 好我犯网了 小姐 现在可以说了吧 大雨停了 我不想说 啊 我说你个大老爷们 我啥怎么说的 就说吧 哈哈哈 大姐姐那你让我说吗我就说了 嗯快说 昨天你给我介绍的很危险 嗯 我刚才是 我一看我觉得大姐姐很好说的 但是到后来 感觉你跟他怼章一样不靠谱 哈哈哈哈哈哈 菲菲 你竟然说我不靠谱 我好心给你介绍对象 你不感谢我就算了 你说我不靠谱 你今天必须把话给我讲清楚了 这样想说就这样想 大姐姐你不知道我昨天 见那个人 到后来又多尴尬 我推都给我耍中了 什么情况 到底怎么了 到底这么了 大姐姐你写的没有数吗 随手 我长得比较着急 但是我也是个精神小伙 你不能给我找个人 直接都让我当爸爸了 你都不知道 最后他女儿叫那一声爸爸 你把我吓了 我做了一网上噩磨 我到现在想起来 我的汗马都是横的 还有什么 哈哈哈哈 大姐姐你还笑 你别笑啊 对没有 真是怪我 我确实也不知道 网上给你介绍这样的 这样吧 下次啊 我把对方的信息了解清楚 我可以告诉你 好吧 大姐我看还是算了 不是 大姐姐 我想 问一个事 你感觉我这个人怎么样 挺好的呀 怎么办 嗯 大姐姐 你有没有男朋友 没有啊 怎么啊 大姐姐你喜欢 各个人 嗯 我等会 我还有事吗 你赶紧去工作吧 不是 大姐姐 我里一直是 我已迷把握 我已迷把握 我迷 行了 我知道 你快去工作吧 我 知道 你好 请说你证件 我没有证件 我来找人 你招事你给谁搭个电话 你没有证件 我不能让你证 你知道我要找税吗 嗯 我怪你找谁呢 你没有证件 我不能让你解 哎 我说你一个保安 一个月能拿多少工资啊 嗯 三千八 炸了 卡给你 你可以上去了吗 不是 我跟你说 证件的问题 你给我扯这个干啥 我没跟你扯啊 我的意思是 你放我进去 我这张卡就送给你了 没问题吧 有问题 我跟你说 我随手指示一个保安 但是我有左任的院子 想守住你的东西 配合我的工作 那你的意思是 今天我没有证件 是进不去了 可以这么说 哈哈哈哈 我也不跟你废话了 最后再问你一遍 让不让我进 没有证不能进 你知不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啊 我怪你是什么身份 反正你没有证 你就变相进去 行 你今天倒要看看 你有多大本事不让我进 不想进化 你爱打给谁打给谁 你别后悔 他不后悔 喂表姐 我到公司楼下了 嗯 啊 那个保安拦着我不让进 好 我让你接电话 接电话 喂大小姐 我好 好我收到 刚才不是不让我进吗 不是你刚才也没有说你是你是谁呀 你再说了 那大小姐说弄几个 告诉你 如果再有下次 立马给我从这里走 大费 大费找我有什么事 我还接 我想辞职 什么 你要辞职 嗯 干的好好的怎么非要辞职啊 你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 跟我说我帮你解决 不是 大姐说一个战友 她说她结了一个项目 想让我去跟她合作 我都答应她了 贝贝啊 如果你有更好的前途呢 我支持你 但依我对你的了解 你肯定另一个勇气 因为你撒不了谎 大姐既然被你看出来了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 妈妈给我打电话 说让我回老家行情 她说她看到了一个行人 说有个人说 以后要实行一气多夫了 她说让我赶紧回老家 找一个老家的考读 我当什么事 什么烦气八糟的 还一气多夫呢 新闻人谁说的 你让她先去试试 再贝贝 虽说前两天给你介绍个对象吧 说点什么插曲 但咱们公司不是 还有好物理不是吗 喜欢谁 跟我说 我帮你愿 帮你愿 带着你可拉倒吧 咱公司的那些女同事都有对象 我又不是不知道 又给这儿会不会有我 哈哈哈哈 你看你 嗯 我不是 她没有男朋友 没什么事 你说我帮你玩的一个女同事都没饋我 我帮你玩的 你说我帮你玩的 我和你玩的 我好玩的